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許紹峰 我是黃永堯 一年一度的基金30活動 在星期六下就舉行 紹峰,今年的主題會是什麼呢? 今年的主題是 飢餓,看不見的暴力 經過一晚沒食物,天氣又動作 不知大家有甚麼感受呢 參加者在星期六早上入營 他們早有準備 有人帶備飲品 有人帶樂器來玩 消磨時間 李昇瑜和參加者談過 參加機引30的營友 星期六早上陸續抵達香港仔運動場 為了體驗肌餓 他們在30小時內不准吃東西 有營友就做足準備 都想著都會冷 所以帶著遇行衣物 例如遇翁長袖衫 到時睡覺都會帶點賤 第三年參加機引30的Alan 入營前提醒營友 有三樣東西要帶齊 如果你第一次玩的話 就記住買豬奶 可能很辛苦的時候 喝一包豬奶就會提神 另外帶一張舒服地脊 和一雙拖鞋 而參加者入面 亦有中學生 大家都知道假期 我就帶一些功課來做 因為未做完 我也是這樣 亦都有愛好音樂的參加者 帶給樂器來jam歌 我們今天打算來練歌 我們遲些都有show 那就順便來玩吧 究竟可以做甚麼打法時間呢 他們可以參加不同的活動 包括基金市集 工作坊 和晚上舉行的音樂會 M-Yan News記者 李星元報導 今年的基金活動 已經來到第35屆 大會說 今屆有近1000人參加 是的 而籌得的款項 會為南蘇丹 緬甸 和俊里亞難民 提供援助 由馮樂妍報導 開幕禮的情況 節奏明化的古星 為活動揭開序幕 1 2 3 一班嘉賓打破飢餓場 象徵為難民 重建美好家園 主禮嘉賓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 即使好像香港這麼富裕的地方 仍然有大約100萬的貧窮人口 我們不是為香港貧窮人口 我們是為各世界其他那些 是更加給我們面對困難 要挨餓的 因為愛心是無疆界的 我們想世界和平 就一定要全世界 大家是一個地球村 表示關心 同場的宣明會 董事會主席 阮瑞絲 感謝參加者 願意抽三十小時 身體力行 支持基緊三十 各位親愛的營友 你們來到這兩日的基緊營 身體力行 體驗難民的生活困境 加上你們的贊助人 慷慨解囊 讓我們能夠同心 發揮基緊精神 努力促使世界成為 靈機我的美好世界 2 3 一聲樂響之下 活動正式開始 基緊之星和參加者 也都封起他們的鞋 體驗難民赤腳的生活 全球有八億多的 這些飢餓的人 我們希望香港 特別年輕人 能夠關心他們 和不要忘記他們 透過他們身體力行 我三十個小時 試一試飢餓的滋味 這輛基緊三十 有接近一千人參加 籌得的款項 將為 南蘇丹 緬甸 和敘利亞難民 提供糧食 營養 和改善新界範疇的援助 M21 News記者 鳳朗宇報導 大會在室內和室外 搞了幾個不同主題的 赤腳工作坊 主題圍繞戰爭中的暴力 逃走 以及傷亡 由陳希同報導 要參加者感受戰爭 大會設計了這個環節 他們要爬行 避開障礙 想嘗試體驗 當地飢餓的人的感受 當地應該是很乾的地方 所以剛才我們走的路 都是很乾 然後又很痛 所以他們好像沒有鞋穿 他們走路平時都是這麼辛苦 這個要參加者蒙著眼 聽著其他人的指示 去避開象徵地雷的水桶 在今次的赤腳工作坊裏面 除了參加者落場玩 亦都有義工透過協助參加者 從遊戲了解工作坊的意義 除了飢餓方面 都體會到那些 在窮等國家的小朋友 他們都會遭遇到天災人禍 所以他們都有機會逃難 所以讓他們體驗一下 在這個赤腳工作坊裏面 仍有透過參加三個不同主題的活動 去體驗男人的生活 以及他們面對的苦況 他們都希望在正德的環節 進一步加深他們的體會 M21news記者陳希彤報道 這次基近三十特別新聞報道 暫時是這麼多 11日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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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